读期场餐饮月底将与市区同志同价 440万张骨牌预刷新世界多名墨记录 小小失误导致8星期工作与失败搞终 稍后请继续收看中国新闻 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 今天中国东北华北一些地区 再次出现了大风降温天气 来看报道 17号内蒙古中东部地区的降温幅度较大 西林浩特等地降温更是达到了10到14度 伴随着4到6级的大风 吉林辽宁等地的气温继续下降 气象部门发布了蓝色寒潮警报 北京虽然天气晴朗 但是四五级的大风还是让气温偏低 夜晚的最低温度下降到零度以下 山东烟台海区出现大风 海上搜救中心等部门 联合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 为保证海上客运安全 渤海湾所有客运货运全部停航 并通过各种途径通知出海渔民 注意回港避风 随着冷空气的南下 江苏湖北等地 这两天纷纷下起了小雨 气温骤降 湖南长沙伴随着冬雨 气温降低了10度左右 中央气象台预计 未来两天 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持续降温 但这次的冷空气并不会带来大范围的雨雪天气 10月20号2008年中国大学生就业工作将全面展开 教育部门和各高校已经采取多项措施 做好大学生就业准备工作 北京交通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的工作人员 正在整理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表和就业信息指南 这些表格将送到学校的各个院系 对于就业比较困难的专业和学生 在这张表上是一目了然的 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各院系的老师和干部 对这些学生实行一对一的重点帮扶 武汉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宁波大学 扬州大学老师 还到用人单位介绍长线专业的调整情况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 设立的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专项资金已经到位 北京 新疆 山东等地高校都把往年大型招聘会 改成了按专业分类的小型招聘会 从20号开始 许多高校几乎每天都有5到6场招聘会 学生可以在招聘会上更清楚地 更细致地了解行业的情况和用人单位的情况 用人单位也可以更充分地跟学生进行交流 各地教育部门投入专项资金改造升级的 毕业生就业信息平台已准备就绪 在中国高校学生信息网记者看到 全国一千多所高校毕业生的资料都已录入完毕 用人单位不到一分钟就能查询到应聘学生的资料 学校的类别和学科情况也一目了然 以前用人单位为了验证毕业生的学历真伪 往往有的会有千里挑着跑到我们这里来进行学历认证 有的还派人到学校进去进行核实 非常麻烦 现在大大提高了招聘效率 17号到18号第五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在四川成都举行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政府创新城乡统筹与城市竞争力 世界银行中盟局局长杜大伟说 加大对农民工的教育和社会保障是中国在今后15年里的重要任务 从2002年开始 世界银行在中国120多个城市进行了调查 对中国区域城市之间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比较 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 这次提到中国如何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杜大伟特别提出中国需要处理好城市和农村的关系 政府创新城乡统筹 城市竞争力是这次论坛的三个关键词 嘉宾们讨论分析了城市创新和城乡统筹 在改善投资环境 吸引投资提高城市竞争力方面的作用 并且总结了中国地方政府 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取得的进步 不久前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公布的 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 中国是发展中经济体中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五 2002年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家信息中心 创立了中国投资环境论坛 之后论坛每年举行一次 目的是为了推行世界银行的投资环境改善理念 推动中国的投资环境研究和评估 之前的四次投资团都是在中国的中东部城市举行 这次论坛是第一次走进了西部地区 中央台记者王梦四川成都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 台当局选举委员会昨天决定 明年年初的民代榜公投选举将采取一阶段投票的方式进行 国民党方面认为 这种方式除了会强化公投榜大选的威力外 也容易造成选务纠纷 而握有执政优势的民进党便可从中赚取选战利益 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曾永泉表示 蓝营将会采取正面反制的手段 台湾媒体报道 一直以来对于民代榜公投到底要怎么投票 蓝绿双方意见严重分歧 绿营坚持一阶段投票 目的在于强化公投榜大选的威力 而蓝营坚持两阶段投票 是想拆解这个工具平台 以抵消公投榜大选的能量 另外一阶段领投票容易造成选务纠纷 绿营握有执政优势 更可从中赚取选战利益 不过台当局选举委员会16日晚间最后决议 确定明年的民代榜公投 将采取一阶段投票的方式进行 也就是说明年1月12号 新一届民意代表选举投票日 民众将领取四张选票 分别是民意代表票 政党票 讨党产公投票 及反贪腐公投票 这样的结果让蓝营的委员相当不服气 最大的力量 但是可悲的 我没有办法让是非 让黑白 能够让老百姓充分的了解 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曾永泉 也对当局选举委员会的做法表示抗议 一阶段领投票的决议 违法的决议 我们将提出行政诉讼 并提出要求紧急处分 停止执行中选会的违法决议 曾永泉重申 蓝营执政的18个县市 仍将自行采取两阶段投票的方式 绝不妥协 亲民党立法机构党团副总召集人 刘文雄表示 选举委员会的这一决定 只为满足民进党的私利 非常不应该 他表示亲民党团支持一个 不受干扰的选举过程 现阶段会与国民党团一致行动 以促进海峡两岸 茶叶农产品交流和贸易往来 为主旨的海峡两岸茶叶博览会 17号在福建省全州市举行 这是两岸首次共同举办茶产业博览会 来自海峡两岸的茶叶种植 制作生产 加工机械等方面的业者 及茶叶专家 共三千多人齐聚茶叶博览会 共同展示两岸明茶 并交流茶叶种植 加工 包装 流通 销售 及如何保护生态环境 发展绿色无公害茶园 推广有机茶 提高茶叶质量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首届海峡两岸茶叶博览会 特别吸引了众多前来参展的台商 他们共带来了17种台湾著名品牌的茶叶 台商们普遍表示 博览会对他们与大陆同行进行交流 相互提高 促进两岸茶叶贸易实属有益 现在泉州举办这个茶叶博览会 是非常好 因为这样子的话 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互补作用 让所有的茶叶都可以在国际上 在台湾 在两岸 都可以让一些爱茶的人士 可以品尝到不同的茶叶特色 在大陆这边经济 起会的挺快的 喝茶的人也是挺多的 所以我们希望把台茶 带到这边来销售 博览会还将通过两岸茶艺表演 两岸茶叶论坛等活动 全方位展示中华民族深厚的茶文化底蕴 和两岸深远的茶文化渊源 再来看一组综合短消息 16号 北京首都机场航站楼内部分餐饮店 开始正式降价 单品最高降价幅度达到33% 预计到11月30号前 首都机场12号航站楼内所有餐饮企业 将和北京市区内同志同价 历经39年风雨考验的南京长江大桥 于17号凌晨开始进行全面体检 以确定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这是南京长江大桥 自1968年通车以来 第一次进行全封闭测试 此次进行的动静态检测 将为大桥承载能力及两体结构 提供第一手详实数据 为今后彻底整治大桥病害 提供科学的依据 陕西白水县近日在发掘一处战国古墓时 在一个密封的青铜湖内 发现约两公斤的神秘液体 这一神秘液体呈黄色 闻着有一丝酒味 专家初步断定是战国美酒 目前已取样送北京中科院 做进一步鉴定 17号香港200多名市民 参观了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吕新华 向参观者介绍了 近年中国外交工作情况 驻港公署职能和公众外交的发展 参观人员还观看了中国外交图片展 并与外交人员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目前正是狮子座流星雨活跃期 专家预测 今年狮子座流星雨的极大值 将发生在18号上午11时左右 如果天气晴朗 18号和19号凌晨 也是相对较好的观测时机 由深圳市体育总会主办的 三星电子杯营奥运 2007年深圳万人长跑活动 17号鸣枪起跑 除了众多人士参加全程约 三公里的长跑外 还有喜庆热闹的锣鼓表演 深圳体育界人士说 这一活动旨在传播人文奥运理念 支持北京2008年奥运会 欢迎继续收看 在持续罢工三天后 17号清晨 德国铁路系统的火车司机 结束罢工返回工作岗位 在同样举行公交系统大罢工的法国 虽然工会方面表示 大罢工将至少会持续到19号 但又有不少公交工人 提前结束了罢工 在德国 62小时的火车司机罢工 给全国客货运服务 造成了巨大影响 海港城市以及汽车工业 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奥迪汽车制造厂 甚至因为汽车零件短缺 而停工一个班次 德国火车司机工会副主席 克劳斯维斯尔斯基16号警告说 虽然工会方面19号之前 不再号召火车司机罢工 但如果德国铁路公司 在这一期间不能和火车司机工会就劳资协议达成一致 该工会将号召举行无限期罢工 不过到目前为止 劳资双方并没有相互妥协的迹象 在法国 工会代表16号投票决定 将大罢工持续到19号 并表示除非政府继续给予他们特殊的退休待遇 否则罢工将会继续 不过当天 法国各大城市交通拥堵的情况已经出现改善 地铁系统68%的司机已经返回工作岗位 全国700辆高速列车中 已有260辆恢复运营 为了尽快结束劳资冲突 法国政府15号重新与工会展开谈判 不过法国总统萨科奇表示 要将特殊退休体制改革坚持到底 目前政府与工会双方的谈判仍处于僵局 来看一组简讯 16号 美国总统布什会见了此前一天到访的日本首相福田夫 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布什和福田都强调 美日同盟关系是两国安全与和平的基石 双方将进一步强化这一同盟关系 福田承诺将尽早恢复日本海上自卫队 在印度洋向美英等国舰船提供燃料 及后勤保障任务的活动 16号 格鲁基亚总统萨卡什维利宣布 总理诺盖杰利已经辞职 他决定向议会提名 由格鲁基亚银行董事长 现年36岁的古尔格尼泽出任新总理 萨卡什维利还说 格鲁基亚政府于当天取消紧急状态 政府将在提高就业率 增加续修金等社会领域 加快改革步伐 使人们更真切地感受到改革的成效 即将来华访问的联合国负责 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盖埃诺 16号高度评价中国在国际维和事务中发挥的作用 他称赞中国维和人员在执行任务时 所表现出的良好素质和奉献精神 盖埃诺说 联合国期待着中国能够在未来的维和行动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际女性领导人全球安全峰会 16号在美国纽约举行 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的 现任和前任女性领导人 出席了这次会议 与会代表认为 尽管女性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有所增加 但她们的声音往往被忽略 会议呼吁全球女性增强参与意识 为解决全球安全问题贡献力量 来自欧洲12个国家的85名多米诺骨牌爱好者 16号在荷兰绿法登市向新的世界多米诺记录发起冲击 活动的参与者在现场共摆放了约440万张骨牌 希望能在今年的多米诺日上刷新去年创下的407万张骨牌倒下的记录 当天的活动开始时一切顺利 但当骨牌通过一个旋转的桥梁时 摆放人员没有及时摆放下面的骨牌 致使骨牌停止青岛 结果共有367万1465张骨牌成功倒下 没有刷新去年的世界记录 许多参与者对这一结果感到无法接受 因为为了摆放这些多米诺骨牌 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8个星期 这也是9年来第一次在多米诺日活动中 冲击前一年记录而告失败 这一时段的新闻就到这 稍后是王世林主持的今日的关注 欢迎您继续收看 感谢收看这次的中国新闻节目 我是叶银川 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 中国中央电视台 今日关注 突发国际事件 复杂国际局势 重大全球议题 现场之机全面梳理 鲜活呈现 环球时讯 与全球大势同步 每周一至周五十八点 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